按照正常来讲 这些退休的将领 被中国吸收 然后被高雄的地检署都传唤 申请要积压最后都交保 这些人在这些 深南的群组里面 应该被骂翻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背叛国军 背叛中华民国 我告诉你 没有人骂他 这是最可怕的一点 没有人骂他 这三位都是德高望重 都是德高望重 他是退将 可是不像我这种小退将 他们年纪都很大 在里面可能他们的 他们的学弟 现在都是上将以上 甚至更老 所以他们讲话 是有分量的 所以他们被约谈以后 他们并没有感觉到羞耻 或者说我做错事了 而是说什么 你看这个蔡英文政府 这多可怕 利用政治力来迫害我们 这内部是这样子 在对他们来讲 他们被迫害了什么 对就是说你看 他们应该还是有继续领退修奉吧 有有 他说我们在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 然后蔡政府 对我们这种促进和平的人 在迫害我们 帮我们贴上共谍 我们夺冤枉啊 那你到了地检署 你跟检察官怎么说 你是不是认错 你不认错 你能交保 所以这些人 就是两面 两面手法在玩 这非常可怕 因为现在检方的调查内容是说 他们涉嫌接受对案的资助 有购买粽子 花生糖等礼品送人 然后支持特定的候选人 还办活动呢 可怕的是办活动 他在一些比较小 他在不大 都办不大 大概都是50人100人这种活动 很多场 小群多路 办很多场 然后把这些退伍 跑出来 我们来一起来支持谁 反正有吃有喝嘛 来的时候是哪个对象 马上就会公布了 有特定对象 我告诉你 不是蓝不是绿 我就这样讲 非蓝非绿 马上就告诉你了 这些退伍应该是深蓝的吧 对 这些人长期的军事训练 应该效忠中华民国 怎么现在变成是 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去了 这就是我离开了深蓝以后 我讲出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他们不认为共产党是敌人 他们认为民进党是最大的敌人 如果不把民进党下架 中华民国就完了 然后国民党没出息 要共产党过来 给民进党也教训看看 这是可怕 所以我说 这些组织里面 他不觉得这些人是出卖国家 出卖国君 他觉得他是在奔走两岸的和平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所以我一直在讲 这些团体 如果不把他一一给他给法办 神志与法 他的那种所谓的赤化的这种渲染力 很强哦 这些老退将都八九十岁了 他会找五六十岁的小退将 然后进来 然后交接 我带你去对岸引荐 为什么会有二十几个被约谈 这都比他年轻的 我带去 然后说我们落地招待 我带你到对岸去引荐 然后这些人 对岸还要求最好不要重复 就是你去过一次就好了 他要把这个网 把它散布的更广 然后让很多人都跟对岸认识 然后拿了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嘴软 你就说我们现在同一条船 你也拿了 你也吃了 你也来了 所以你是跟我同一挂的 这非常的可怕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国安法 没有办法很严厉的处分这些人 这些组织就在发展中 然后他不觉得这是共谍组织 他说没有啊 同学会啊 两岸这个同胞情啊 两岸一家亲啊 我们在促进和平 蔡英文政府赖清德在搞台独 分化两岸的和平 你看在帮谁讲话 可是如果你国安法不去办他 这种言论就一直在赤话中 在软化国军的避胜信念 在软化国军的对于国家安全的 捍卫的精神 非常的可怕 这会腐蚀国军 真的 你会让这些国军认为 我是要跟谁打仗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主动提出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为什么你知道 照理来说 这些人应该在退伍军人群组里面 疯狂的批评啊 可恶 背叛 连向德恩都没有被批评 有一个上校穿着军服 牵头像证书了 没有人批评 没有人批评 批评谁 批评我批评康仁俊 你知道吗 说我们这些人是被鼓啊 我们这些人是为了 还有人讲什么你知道 如果赖清德没当选 预备成的荣华富贵就没有了 我是自己选的 我是自己选的 所以说这些人的观念就是如此 他说所以呢 荣华富贵的出来 对对 所以说如果赖清德没有当选 于北辰跟这个康仁俊啊 李正浩的荣华富贵都没有了 我们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安全 捍卫的是台湾的安全 而这些人呢 他是在出卖台湾 在破坏国军抗敌的意识 而这些人不被批评 这些人被称为英雄 叫什么你知道 抗律英雄 这些人被地检署约谈 被地检署约去说 他们是这个共谍 仪式共谍的这个嫌疑人 他们被贴上抗律英雄 我们为了抵抗蔡英文 抵抗民进党 我们都被约谈了 这什么社会啊 这没有公理啊 所以我才说必须要拿出来 第一个要严办这些人 叛国就是叛国 没有理由 背叛国军就是背叛国军 没有政治的问题 这些人是为了什么 为了钱 郭喜博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这些人为了什么 迎头小利 你说他拿了什么大钱 为了一点钱就被收买了 为了吃饭钱 为了旅游钱 为了落地的招待钱 你连国军 你连国家 你连台湾都卖掉了 这些人还抗律英雄 我告诉你 你就是卖国求钱 你就是为了钱 什么都可以出卖 灵魂可以出卖 可怕的是 我们这些刚刚退伍的这些跑者 我告诉你 真的要看我的节目 我告诉你 这些人会出卖你 这些人会让你陷入卖国的困扰 你一辈子的荣耀 会被他们给出卖掉 所以站稳自己的立场 这种场合 免费的饭不要去吃 免费的旅游 千万不要接受招待 因为我告诉大家 他就是让你上了船以后 想跳船都很难 是 乔会委员怎么观察 徐春莹有可能成为你的同事吗 如果他进到立法院 你觉得相关的什么机密资料 会议什么的 也可以是说有办法排除他吗 还是他通通都看得到 我们刚开始这一届的时候 以为吴思怀吴将军来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后来没有想到 其实最大最可怕的是 像马文君这样子 现在还有那种直接从 刚才还没有进去 就已经摆明了 我就是要来做统战 这样子的状况的 徐委员的话 那简直真的是吓死人了 因为确实是以我们立法委员 在委员会里面 这样八个委员会 其实每一个委员会 真的都会牵涉到 台湾最机密的事项 不管是在 你说就算是 大家看起来最平淡的 教育委员会好了 那真的课本怎么写 将来学生要读什么 大家也都还是要经过 委员会的这样的讨论 所以如果是像 徐春天徐委员 这样子来的话 那这个徐委员 以后不得了 他对台湾辽若执掌 对啊 而且他还可以 对课本要写什么 是指手画脚的 那你知道他的意见 是他的意见 还是他背后 中国的意见 你完全搞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觉得 这其实 你说实在 民进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标准 实在是相距太远 不能理解为什么民众党 能够提名这样子的一个 疑似中国 看起来就是中国 这个有受过 统战训练的干部 要能够变成 他们的部分区委员 而且这段时间以来 其实我们也大家都 刚刚几位老师 也都讲得很清楚嘛 从10月20号 富士康被查税之后 郭台铭完全就没有声音了 接下来是蔡正元 和邱毅开始出来 大放决词说 哎呀 其实应该课本这比较好 甚至是连到 星期五的时候 是马英九出来了 那再加上这个横空出世的徐春英 真的 其实中国在这一次 要介入选举的态势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刚好只剩下60天 我们真的在最后60天的 这个步骤当中要把握 是 袁之源 你可以接受徐春英 变成我们的立法委员吗 徐春英 想象出那种 我觉得徐春英哲 最后不会提徐春英 一定不会的 对了 因为柯文哲 从头到尾都没上车过 那个徐春英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被爆一些争议吗 那柯文哲就直接讲说 徐春英的争议自己讲清楚 他就这样讲 那是刚开始 那是刚开始 然后后来 大家在质疑 选徐春英的时候 他说那你如果怕他泄密 那你就不要让他进国防 外交委员会 叫他去别的委员会就好 这又在帮他讲话吗 这不是倒打他一把 没有那骗人的啦 怎么可能说什么 他不要进国防委员就好了 我今天我预测 他不会把他放进来 对啦 因为如果说 他是要把他放进来 你就不会这样子讲 李全教部分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也不够意思 因为李全教在两个月前 那时候他很高兴的时候 他很高兴说 民众长是挺他的 然后后来民众长 就马上切割嘛 然后前几天 李全教跟柯文哲 一起出席一个庙的活动 两个同台互相恭喜 高票当选 结果柯文哲又切割 又说 没有没有 我们是克水主辩 人家叫我上去 我就上去 我们是克水主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